哈哈 你是贵妃娘娘的亲戚 乞丐老大奸笑 那我还是皇帝老儿呢 臭娘们 说话间 乞丐老大已经用力地撕裂了徐粉黛的衣裳 他的衣裳本来就过于宽大 此刻撕起来到一点都不费事 啊 不 可他的反抗根本就没有用 当瞧见徐粉黛白皙如玉的皮肤时 两个人更是双眼放光 呼吸都急促了 大哥 我要忍不住了 老二兴奋的浑身都在发抖 他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皮肤这么好的女人 他忍不住在他身上猛地抓了一把 助手如同绸缎一般的柔滑 他之前去青楼里 那些姑娘们的皮肤和他比起来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老二呼吸急促 伸手就去把徐粉黛的衣裳 等等 还是老大要有脑子一点 既然有这样的皮肤 那容貌 他的目光落在徐粉黛的面容上 瞧见他脸上的泥板 老大也不着急了 抓过地上的血 就往徐粉黛的脸上蹭 他被冻得打了个机灵 血接触的皮肤很快就化成了水 老大胡乱地给他脸上的泥巴抹掉 然后用刚才撕裂的破布给他擦脸 兄弟两个都死死地盯着他的面容 仿佛要看出一朵花来 当破布把他脸上的泥巴 一点点地擦去 两个人的眼睛 不可一致地睁得老大 一双眼珠子 几乎都要瞪出眼眶 老 老天 老二结结巴巴地掐了自己一把 愣愣地看着徐粉黛的脸 半上都没办法动他一下 娘 娘哎 他发誓 他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美貌的女人 就连先前青楼里 偶尔一撇的花魁 和眼前这一位比起来 那也是云泥之别 两个人都没有上过学 也不识字 更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容词 来形容眼前女子的容貌 心里就一个字 美 天仙也就长这样了吧 大 大哥 老二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 嘴巴里什么时候流出了口水都不知道 他眼睛里渐渐地冒出一丝火苗 渐渐地 那火苗越烧越旺 几乎变成了熊熊烈火 一转眼却瞎见大哥的眼神和他的一模一样 放给我 做梦 还是老大镇定一些 他几乎忍不住仰天长笑 今天真的是太走运了 竟然能碰到容貌这样美的女人 落到他的手里 他怎么可能放过 和二弟对视一眼 两个人黑黑一笑 一人按住徐粉黛的胳膊 另外一人开始用力地扒衣裳 大哥 要不要堵住嘴巴 堵住 老大骑在徐粉黛的身上 头也不抬 别让别人发现了 老二黑黑奸笑 一把抓起地上撕破的碎布 全都塞到徐粉黛的嘴巴里 呜呜呜 别叫了 没用的 老二贪婪地瞧着他的面容 单手按住他两只手 不让他反抗 另外一只手 在他的脸上又揉又捏 那皮肤的顺滑 让他几乎忍不住 要伸延出声 大哥 你快点 好了 你急什么 老大此时已经把徐粉黛的衣裳 全都给扒掉了 忽然 他眼珠子一亮 愣愣地望着 从他衣裳里 飘出来的银票 娘的 竟然还有银票 兄弟两个 赶紧把银票收拢起来 艺术之下 更是忍不住 双眼爆出喜色来 老天爷 竟然有两百两 两百两啊 二弟 我们发财了 有了这些银子 他们再也不用做乞丐了 也再也不用出来讨饭讨生活了 竟可以拿着这两百两银子 只要省着点用 差不多 够他们用十几二十年 哈哈 老天实在是太善待我们了 不但给他们兄弟两个送来了银票 还送来了如此绝美的女人 两人一人分了一张银票 老大瞧着身下 泛着泪光的女子 咧嘴一笑 露出一嘴大黄牙 美人 来 让大爷来疼你 不多时就听到巷子里 传来男人难以抑制的粗喘和兴奋声 他娘的竟然还是厨子 小爷今儿个真是攥翻了 大哥你快点 操 急什么 等我爽够了会让给你的 伴随着男人的低吼声 还有女子被捂住嘴巴 呜呜的哭泣声 身体拍打的啪啪的银泥声 一个时辰之后 小巷子里乞丐老大和乞丐老二 全都露出燕族的神色 他们两个一起提起裤子 老二瞧着 躺在地上已经晕死过去的女子 女子光落着身子 本来白皙如玉的皮肤 此时全都是清清紫紫的痕迹 方才他们两个把洗粉带 按倒在地上的时候 铺了一层衣裳 此刻那衣裳上有淡淡的血迹 和一片片的白灼 老二把裤子提好 坠坠不安地问大哥 大哥 我瞧这个女人身份应该不简单 不会真的是皇宫里 贵妃娘娘的亲戚吧 怎么可能 老大满不在乎地拍拍老二的肩膀 怎么样 老二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黑黑一笑 好久没有这么爽了 哈哈 大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老二有些害怕 要不要 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头上猛地挨了一击 老二怒视老大 你打我干嘛 笨 这女人你能舍得下手给宰了 的确有些下不了手 那怎么办 他们把他给强了 万一他等会儿醒来了 去报官了怎么办 他不想坐牢啊 呸 你傻呀 老大 老大呸得吐了一口浓潭 瞪了老二一眼 一般人家怎么可能养得出来这样美貌的女子 而且身上还带着炎凉 你说他带着炎凉去哪里不好 偏偏要打扮成乞丐 还跟我们在这个地方抢这么个破烂地方 大哥你怎么看 老大猛地想起 昨天晚上和今天京城里突然多出来的士兵们 他们乞丐的消息最是灵通 听说昨天晚上京城徐家 因为试图谋逆 所以被满门抄斩 现在一家人口全部都被锒铛入狱 而城门的告示上不是贴了 说徐家的二姑娘逃了出来 皇城上贴的告示你瞧见了没 老二尴尬 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不识字 今天早上皇城上贴了告示 说是通缉一女子 那女子面容绝美 清成清国 而且身上带着银浅 大哥是说这女人是通缉犯 老二瞪大了眼睛 我看有这个可能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别怕 这女人如果真的是通缉犯 恐怕比我们还要担心被人给抓住 老大咧嘴一笑 泛黄的牙齿一股子恶臭袭来 我们杀了她又不忍心 放了她也担心以后 她真的翻了身了 来找我们麻烦 那怎么办 老大思索了一会儿 扮上之后眼睛猛然一亮 有了 什么 卖了 老大咽咽一笑 这样的容貌 如果卖到了青楼里 我们肯定能钻上好大一笔银子 而且青楼是什么地方 她一个弱女子 任凭她有三头六臂 都逃不出来 青楼的守卫你也知道 只要进去了 她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 老二眼睛一亮 好主意 二弟 你先在这里待着 我去青楼里和老宝谈谈假去 好 徐粉黛醒来的时候 有些不知道身在何处 她闭上眼睛 身下一片温软 就像是她的闺房 床榻上铺着厚厚的棉被 房间中十分温暖 偶尔能听到火炭燃烧时 发出的爆裂声 她静静地躺在床上 一行青泪 缓缓地顺着面颊滑下来 她不愿意醒来 她宁愿相信 之前所经历的那些 全都是梦境 全都是噩梦 只要她一睁开眼睛 爹娘还在 徐家还在 大哥也还在 所有的人都在 她还是徐家 备受宠爱的二姑娘 还是那个尊贵的希望 可是 再这么温馨的梦境 也终有醒来的那一刻 她缓缓地睁开眼睛 毛子涣散无神 静静地看着 床榻上的床顶 当看到床蔓的颜色时 她又无力地闭上眼睛 这里不是她的门房 她的房间中 从来不会用 这样燕红色的围蔓 因为她觉得俗气 她苦笑 明明经历的那么真实 又怎么可能是梦境 下身火辣辣地疼 那疼痛提醒着她 一切都是真实的 她死死地握住掌心 嘴唇被咬得几乎出了血 她现在都不能忘记 那黄黄的牙齿 那酸臭的口气 还有令人作呕的气息 鼻尖那骨子味道 一直缭绕在鼻尖 怎么也消散不下去 就算房间中燃着桂花香 都没办法散去那味道 她掀开被子起了身 这才发现 不只是床蔓的颜色 就连锦被的颜色 甚至是房间里的所有装饰 用的几乎都是燕红色的颜色 房间是很清幽的房间 不是很大 却很精致 精致中又透着一股子 银迷又俗艳的味道 身上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 浑身软绵绵的 几乎无法动弹 她是熟悉那些迷药和毒药的 立马断定了 自己是中了迷药 起了床才发现 自己的身上竟然只穿了 一件白色的中衣 不是她之前穿的衣裳 房间中燃着火盆 她这样下床 竟然都不觉得冷 房间中临窗的桌子旁边 放着铜镜 铜镜打磨得十分平滑 没有扭曲的人影 里面能清晰地照出自己的影子 只是没有颜色 她坐在梳妆台旁边 静静地看着铜镜中 惨白的自己 镜中的女子 她几乎都不认得 眸色灰白 面色颓然荒废 双眼无神呆滞 像是一个失去了灵魂的玩偶 不 这不是她 这不是她 她是那个光鲜亮丽的许粉蛋 镜子中那个面容晦涩的人是谁 她不敢置信地倒退两步 眸子却猛地一鸣 她看到自己脖梗间 一点点青紫的痕迹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更加地灰白 猛地撕开自己的衣裳 衣裳里面竟然没有肚兜 她愣愣地看着自己身上 被蹂躏过的痕迹 一行行的眼泪顺着脸颊滑下来 愣愣地瘫染在地上 她抱着膝盖无助地哭泣 为什么 为什么 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为什么她就一夜之间 从一个天之娇女 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现在 她甚至都不关心自己在哪里 更不关心 她是怎么从那两个乞丐的手中 逃出来的 不管他们把她扔在哪里 她被人救了也好 还是有人贪恋她的容貌 把她带回家了也好 她连一个女子最重要的东西都没了 还怎么去在乎别的东西 脑海中不可一致地跳出那干瘪的身体 压在自己身上的感觉 她胃里一阵翻腾 一直没有吃饭 她吐出来的全都是酸水 那骨子酸涩的味道 让她又想起先前那两个乞丐身上的味道 她掐着脖子拼命地呕吐 仿佛要把胃里的酸水吐出来 永永远远地摆脱那样的酸味 可越是呕吐 嗅觉仿佛就越是灵敏 那骨子酸臭的味道 就在鼻翼间一直无法散去 这时房间的门 吱鸦一声被打开 门外听到动静的两个小丫鬟 赶紧冲进了房间 瞧见她吐得一塌糊涂 微微一愣 其中一个年长些的小丫头 吩咐另外一个 你快去告诉妈妈 就说这姑娘醒了 是 青霜姐姐 那名患青霜的女子 赶紧进了屋 瞧见徐粉黛吐成这个样子 竟然也不嫌弃 还很是贴心地 给她拍着背顺气 瞧着她什么都吐不出来了 才放柔了声音 姑娘 您要不要喝点茶水 数数口 徐粉黛无力地点点头 青霜不慌不忙地起了身 给徐粉黛倒了一杯热水 塞到她的手中 喝点水吧 瞧见她接过了茶杯 青霜已经走到门口 让小丫鬟进屋来收拾房间 小丫鬟得了命令 很快就把房间收拾好 只是还有一股子难闻的酸臭味 青霜便把窗子给打开了 窗子开了 徐粉黛才意识到 自己竟然是住在阁楼中 因为她能清晰地听到 楼下大街上的叫蔓声 喝了茶水 嗓子已经不是那么火辣辣地疼了 她勉强开口 这是 是哪里 春风楼 青霜淡淡地回答 徐粉黛的脸色猛然一白 就算她再孤陋寡闻 她都听说过京城中的春风楼 春风楼是京城中最大的青楼 更是男子们流连忘返的地方 当初大哥就曾经多次流连春风楼 只是后来担心被人看到了会有损名声 所以才在外面养了外事 她竟然来到了青楼 姑娘既然来了 就安心地待着吧 青霜见惯了 被迈进青楼里寻死密活的女子 所以早就习惯了姑娘们 刚进来的时候的样子 她以前也曾经是 这家青楼里的姑娘 她曾经红极一时 不过青楼中最不缺的 就是美貌如花的女子 她的名声 渐渐地落了下去 也攒够了熟身的银子 但是却发现 亲人们早就没有踪迹 她除了接客也不会别的 就在春风楼待了下来 不过现在不坐楼里接客的姑娘了 她有手段 所以妈妈就来让她 调教楼里刚来的姑娘们 不过也不是什么姑娘 都能送到她的手里的 只有资质比较好的 才会到她的手里 今天妈妈专门把她给叫了来 就是要让她以后 贴身伺候着这个女子 这女子虽然不知道身份姓名 但是就只看那一张脸就知道 今后一定会给楼里赚大钱 怪不得妈妈这样郑重其事 微微扬起毛子 不着痕迹地打亮了一下 眼前的女子 的的确确 是个好苗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